最近简中互联网上讨论热度最高的 无疑是四川大学再度研究生张薇的地铁造谣无限事件 这件事是6月7号发生的 6月9号开始有媒体报道 6月10号开始在互联网上发酵 之后的舆论一波接一波 至今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 热度丝毫没有要下降的意思 今天我们不是来探讨这件事的对错 是非关于这一点 网上已经有太多的观点了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研究 我今天主要想聊的是 这件事看起来不算特别恶劣 至少在法律上 当事人张薇并没有放下什么滔天大罪 那为何此事引发了如此大的关注 或者准确的说 引发了对张薇本人一浪接一浪的声讨 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我们本期试图要解答的问题 这会话题一般不在本频道讨论范围 不过跟踪网络舆情 剖析网络现象 也是本频道的关注点之一 加上张薇本人也是小网红 也算自媒体创作者 分析其人物行为 及相应的网民反应 也提供了一个 观察自媒体和互联网的角度 建议本频道很多观众是海外的 可能对此事关注了解不多 所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事情大致的前因后果 6月7号 世上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张薇 在广州地铁8号线上 看见一大叔蹲着玩手机 怀疑对方偷拍自己 于是上前要求检查相册 大叔打开手机相册 里面并无偷拍内容 张薇就此作罢 之后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 张薇在微博上发文 称大叔为猥琐老头 指控大叔是偷拍为谁 并用上了猥琐男出门避时 这样的诅咒性字眼 这段微博下方同时配上了 张薇自己录的与大叔交涉的视频 视频中展现了大叔的容貌 然而视频内容 除了证明大叔的手机里 没有偷拍照片之外 并不能看出什么 也许是因为微博发出后 有人质疑 张薇在评论区 替自己的行为辩护 并写下了这句话 如果他真的没有偷拍 那为什么他没有为自己发声 还有原微博里的这句 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 我就不用去维权了吗 由于这两句话的逻辑过于荒谬 结合张薇没有任何实据 却在微博上示意指控的行为 此时很快引起了轩然大步 因为张薇在网上很活跃 在微博上经常是在自己的生活日常 所以关于他的更多信息 也被网民挖了出来 比如他是党员 比如本科就读的是荷兰大学 并且曾经担任学生会干部 比如他在腾讯的微信部门实习 比如他在快手有8万粉丝 主要谈情感和个人成长 内容涉及彩礼等热门话题 主打一个资讯风格 直到这些信息后 网民除了进一步潜在外 也有人采取了实际的行动 知乎大飞龙牙 在得知张薇的党员身份后 于6月10号在中纪委网站上 实名举报张乌的污蔑行为 此举动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效仿 6月11号被指控大叔的儿子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自己是10号网上才知道此事 并透露之前警方已介入处理 大叔与张薇在9号已和解 但是大叔并不了解网络上的情况 大叔还是同时表示 自己无法联系到张薇 希望对方能公开道歉 11号网上 张薇在微博上发布了公开道歉 但网民的愤怒并未因此平息 网上关于张薇的各种爆料 也越来越多 比如本科期间 利用学生会干部的身份 为自己谋取保研等利益 比如违反学校规定 旷课去实习 比如有称是张薇高中同学的网民 爆料曾经遭受张薇长时间的霸凌 这里面的信息可能真真假假 目前还没有看到具体的实锤 但是张薇显然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了 除了遭遇的网络声讨之外 腾讯已与其解除实习合同 在网络舆论的压力及相关举报之下 四川大学与河南大学均表示 要对张薇的相关行为展开调查 目前还没有调查结果公布 关于张薇的爆料和舆论 还在持续发酵中 以上就是事情从开始到目前的大致情况 为什么这件事在网络上 引起如此激烈且持久的讨论和谴责 我觉得有两个维度的原因 一是源于事件本人 张薇可以说是各种身份迭满 张薇曾在微博里自曝是党员 并且看得出颇以此身份为豪 共产党员应该是代表着社会里的先进分子 且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至少党章是这样要求的 但是从张薇的微博内容来看 除了无凭无拒的污蔑指控之外 言语中透露着一种对底层人的鄙视 轻蔑以及没来由的构陷 别说为人民服务 这可是完全占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张薇研究生的专业是新闻学 这类专业在大众理想的认知里 其使命本应是传播真理真相 对信息的处理应该极为严谨才对 张薇却无视新闻学里该有的严谨 只利用里面的传播属性 且动机是在为自己谋取道德利益 这种行为很难不让大众产生担忧和反感 张薇还诚是学生会干部 按理说能当上学生会干部 应该品学兼优才对 但张薇的表现却与这身份严重不服 同时学生会干部这个身份 本来很多人就不太喜欢 部分学生会干部 给人的感觉是官僚利己 张薇的行为 进一步加重了这样的课本印象 张薇还是一名网红 在快手有8万粉丝发的视频 主要围绕情感和个人成长等话题 结合其描述里的自我简介 加上视频拍摄的风格 给人的感觉是一名知书达理 形象了良好的当代优秀大学生 这样知性的人设 与其微博里表现出来的利器 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总的来说 就是张薇现实的身份 和网络上的人设 与这件事所体现出的言行 产生了一种巨大的 极其强烈的反差感 这种反差感 让大众情绪很难不被引爆 碰巧张薇所攻击的大叔 又是一个完美受害者 这又进一步加大了 这种反差感和戏剧性 被指控的大叔 农民工身份 看起来老实巴交的 手机背景设置为微信收款网 一看就是务工人员 即使没有偷拍 但在张薇的要求下 依旧很配合的 把自己的手机相册内容 展示给对方 同时还接受对方的视频拍摄 而且大叔在地铁里还戴着耳机 这一行为已经比很多人强了 不幸你去国内坐下高铁或者地铁 看有多少人在外放抖音 所以整个事件的整体观感 就是一个精致力矩的女大学生 无凭无据 义愤填膺的指控一个底层农民工 在遭遭质疑时 还在自己熟悉擅长的网络上 指着大叔如果没有偷拍 为什么不为自己发声 除了张薇的身份 及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反差感 其各种愚蠢操作 又进一步加大了事件的戏剧性 比如在各平台人设不一 在快手当情感和人生导师 又在微博上搞性别对立 顶不住舆论压力 在微博上道歉 说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然而评论根本没有开 最有趣的是 之前还只留出一条评论 内容在阴阳怪气网友 结果点进去这条评论的账号 发现曾经用过的头像 就是张薇本人 所以这个账号 极大概率就是其本人的小号 即使是洗地 这个操作也实在太业余 太蹩脚了 还有人之前在知乎上爆料 张薇在看到舆论起来时 第一时间联系腾讯 内部相关人员 以影响公司名誉的由头 让其隐藏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存在 这条没有明确的实锤 不过从爆料的细节来看 可信度看起来比较高 在事情发酵后 似乎也确实有腾讯员工 提到内网里找不到他的存在 如果此事属实 说明张薇还是具备一些危机公关意识 但显然低估了网络舆情的威力 结果此操作被爆出来 偷鸡不成道士把迷 给了网民更多声讨的理由 以上谈到的都是个人的原因 前面提到此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有两个维度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与当前的网络环境 和舆论氛围有关 简单的说 就是与如今越演越烈的性别对立有关 随着屡权的兴起 性别矛盾已成为国内互联网 当下最主要的矛盾之一 这种矛盾已经有从线上走向线下的趋势 屡权觉醒本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象征 如果是追求男女平权 提倡同工同酬等 我相信多数人不会反对 至少不会过于抗拒 但为何演变成 今天男女激烈对立的局面 我要说起可能得罪人的话 就是据我观察 真正追求平权的屡权并不多 追求特权的比较多 或者说 追求平权的群体的声音 被那些追求特权的激进群体的声音压过了 这就是网上所说的 旅权或者田园旅权 这波运动大概起源于十几年前 之前一直在微博小范围的酝酿 然后以蜜蒙的大火 开始走进主流视野 蜜蒙崛起于公众号时代 蜜蒙因其出色的文字功底 及善于调动引导情绪的内容 公众号在很短的时间内 聚集了大量的粉丝 曾经一条广告卖近百万 假方还得排队 蜜蒙的粉丝以履性为主 内容极具煽动性 蜜蒙有相当比例的文章 是嘲讽男性 银河女性 主张单边利己的女权主义 即只讲权利 不讲义务 因其存在着巨大争议 蜜蒙的网络账号 于2019年遭遇关停注销 蜜蒙虽然没了 但这种思潮并没有消失 并有扩大化的趋势 这就得提到另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即脱口秀演员杨丽 杨丽因为多次在节目中 对全体男性 无差别的调侃和攻击而为名 这种极端的观点 为其赢得巨大关注 当然也遭遇许多非议 普希兰等词 也是从那时开始流行 与此同时 类似的言论 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上开始聚集 主要是微博 豆瓣小组和小红树 南保 国南 是这些地方极其常见的词汇 且由于相似人群的聚集 言论开始进一步的极端化 在一些豆瓣小组 比如曾经很火 也极具争议的俄主 极端仇懒言论 随处可见 对一个人言论的评价 先看性别 再看观点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互联网的信息是公开的 但这些极端言论越来越多 并逐渐进入主流事业时 必然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部分男性偶尔看到类似言论 可能一笑了之 但对于此类言论不满的 肯定大有人在 所以反击这类言论的声音 也开始出现和聚集 以男性为主的社区为主 比如知乎 贴吧和虎铺 这些社区开始出现 大量嘲讽旅权的文章和言论 旅权游不少大杯 反旅权也同样开始出现意见领袖 两个群体之间 彼此积累的怨气越来越多 但是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 年轻人都处于 荷尔蒙分泌万事的时候 这意味着有求偶的需求 如今单身群体数量巨大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 有相当比例的人 又有着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期望 但大部分又都是普通人 所以结果就是相当比例的人 在脱单或相亲的过程中并不顺利 不少人则会在网络意见的影响下 把自己择偶中的不顺 进一步投射到对异性的仇恨中 这种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对立 会在一些标志性事件中 得到巨大的爆发 比如铁链驴事件 比如长沙霍拉拉案 再比如本期所探讨的地铁诬告事件 这种怨气是如此的深 以至于一些看起来 似乎和性别关系不大的事件 最后也会演变成 对另一性别的攻击 比如之前发生的唐山打人案件 本是一起自然事件 但事情爆出后的第二天起 相当的舆论焦点 开始变为对男性群体的攻击 性别对立地藏着巨大的流量 那自然有投机者会盯上这里面的机会 女权大V就不说了 已经迭代好几波了 随着男性在舆论场反看意识的觉醒 反女权大V也在逐渐出现 除了收割这里面的流量之外 还会有人利用舆论来为自己牟利 比如之前网红小慧君 诬告老板姓少的事件 比如承闹得沸沸扬扬的阿里女员工 周末被性侵事件 周末通过写小座文的形式 控诉被领导灌酒后强奸 此事曾引起极大轰动 鄙视网民还是很容易相信 这种单方面的控诉 看到周末小座文的人 无不义愤填膺 然而随着调查的展开 和更多信息的披露 周末所写小座文里 原来隐瞒了许多相当重要的事实 不少网民发现自己被当猴耍了 类似的事情一而再 再三的发生 但许多人对这类不展示 证据的小座文指控 已经厌倦疲惫 甚至反感排斥了 所以当张伟又一次这样 在微博上指控 并且展示的视频 恰恰证明对方没有偷拍时 网民 尤其是男性网民的巨大反应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了 其实你看国外的 MeToo BLM运动的发展方向 都有类似的轨迹 刚开始都是由弱势的一方发起 也都是争取权力的运动 早期也都是得到大众的支持 但随着运动的推进 打击对象开始不受控制的扩大化 利用大众情绪为自己赚取名利 或者打着维权的名义 混水摸鱼 利用自己的身份 为自己谋私利的流鬼蛇神 越来越多 但此类人和事 一再的被曝光之时 大众对这些运动本身的合理性 也会开始产生怀疑 相当比例的普通人 从最开始的支持 到看到这些词 就会进而远之 性别对立 也不只存在于中国或者东亚 在西方同样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我平常大量时间 混迹于Twitter YouTube和Reddit的各种社区 我在许多男性为主 或女性为主的Reddit小组里潜水 据我观察 只贪权利不贪责任的 类田园女权 女权四处出击导致的男权 或者说反女权的崛起 部分人对异性的恐惧 抹黑和仇恨 这些东西都和国内一模一样 当然可能力气还没有那么重 所以说性别对立 是上面刻意引导 用来转移矛盾的 或者说国内女权是西方支持的 有不可告人秘密的 这些观点在我看来 都是站不住脚的阴谋论 我一直认为人性是相通的 至于性别对立 未来会如何发展 这大概没人知道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它一定会让 已经岌岌可危的生育率 雪上加算 再就是 还会有不断 更加魔幻的事情上演 回答我们频道 所关注的自媒体领域 性别对立这个领域 无疑拥有巨大的流量 但从流量的角度 是一个不错的切入领域 不少人早在里面赚的盆满波满 女权大V秘密 虽然被封 但之前赚到的钱 怕是绝大多数人 一辈子难以企及的高度 再比如英国的 反女权意见领袖 Andre Tate 虽然被YouTube Facebook和TikTok都封了 但还在Twitter上活跃 个人网站上 麦克也是风生水起 不过玩火容易自焚 尤其是做煽动性的内容的话 靠调动大众情绪 得到的流量和关注 是很容易被反噬的 尤其如我们前面所说 目前这种对立 有从线上走到线下的趋势 比如最近密集发生的一系列 食堂泼饭 诬告偷拍等事件 所以你如果要硬吃这碗饭 除了要经受道德和良心的拷问 可能还得担心一下 自己的人身安全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于履育圈 关于性别对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理性与大家探头交流 这方面 你有什么好的选题的建议 也欢迎与我分享 那咱们下次见